南科高雄園區一名之一家知名的光學廠商 有離職的員工和大陸子公司的 中國籍幹部勾結 將員公司的採購資料帶走 然後分別在中國和臺灣開設新公司 再夥同另一名女員工 盜走產品的設計圖跟分析系統 做出類似的產品銷售 而一年多來不法獲利上千萬 祖賢已經遭到檢方聲壓獲准 遠景編分多路查扣王姓祖賢 在公司及住家等地的電腦 因為他離職一年多的舊公司 向警方報案 遭王姓祖賢 竊走公司資料 自行開公司牟利 王姓祖賢在前公司有八年資歷 深知公司是知名人造光源 和光譜分析技術大廠 技術獨步全臺 連美國大廠亞馬遜都是客戶之一 與大陸子公司的中國籍幹部合夥 偷走零件採購資料後共享 兩個人在臺灣跟中國各開設新公司 在利用另一名女員工 拷貝出的太陽能產品有關 產品設計圖跟分析系統 製作出類似的產品銷售 不法獲利超過上千萬 因為涉及到境外犯罪 依據營業秘密的相關法律 他必須要立即遇裁定收押 不會有可以存取資料的一些電子產品 我是A工程師 我的職權範圍 看到哪些文件 我就看不到別的部門的文件 那我不能存取我公司電腦任何東西 主嫌跟女員工都否認犯刑 檢方認定主嫌涉犯 跟國安工作有關的營業秘密保護 首次不是預定交保 而是生涯獲准 另一名女員工則六萬元交保 南科管理局表示 廠商除了觀察員工是否舉止異常 也可以多參與管理局所舉辦的講座 透過大廠經驗分享 可以補強自家對營業秘密保護的不足 記者王庭 陳顯坤 高雄報導